英國貴賓東明洋港中 發生火災造成四名 肖鳳館貴翁 既然肖鳳館也繼續擔出 款頁 行政委在早年 邀請到肖鳳館 款頁促進會來開肖安組上會 行政委長官建人今天表示 會議當中有很多共識 也答應說會來停肖鳳館 不過這個肖鳳館團隊 是正委說對這個安全 還有組工會的部分 也會有共識 讓行政委冠軍調開 後一次會議繼續討論 賓東明洋台會造成四名肖鳳館 孫子之後 既然的肖鳳館是一直發生 正出款頁 在第一次發生二十天之後 行政委十幾是承鄉官團 替來開肖鳳館安全組上會 行政委長官建人先說 政府會做肖鳳館的效盾 肖鳳館應該要適用這個案法 對於肖鳳館應該要適用這個案法 對於肖鳳館應該要適用這個案法 而且要求加速心災的定屬 我們認為說這個治安法的適用 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坦白講今天消防員所面對的危險 比起一般的勞工的工作 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不要公計完之後就忘記了 傷者復健之路好好有一個完善的措施 民眾農團之前已經標台支持消防員 要適用這個案法 國民農團是要求政府應該要適用的消防員 充有庫管工的治療和學員 而且建立相關忽度規制 記者綜合報道